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在2017年的广州车展上 本来是个欢乐祥和的日子 但是只见有一对美女举着牌子 上面写着拒绝七座面包车 但是她们只举着牌子穿梭在车展间 根本没有针对哪个品牌的意思 但是小编觉得她们是要趁着车展 来发泄自己对七座面包车 改装成SUV的不满 无风不起浪 近年来SUV确实比较火热 尤其是其七座的大空间 近年来二胎的开放 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更喜欢购买SUV 但是有些汽车品牌为了销售面包车 拿着面包车打SUV的幌子 其实很多汽车制造商推出的SUV 只不过是对面包车 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而已 许多消费者被个别广告宣传迷失 这些七座SUV面包车通常有哪些特点呢 通常这些车都是价格低廉 并且是七个座前选短 小编在这里整理了三款车型 供各位参考 50红光S3 比速T5和东风风光580 这三款车在市场上还蛮受欢迎的 但是这几款车辆的设计 都是在以前七品牌的面包车的基础上 长尾做了一些改造 不得不说这几款车确实空间比较大 外形又酷似SUV 满足家庭的需要 价格也比较低 从另一方面说 既满足了客户的心理 也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这大概也是这些车型卖的比较好的原因吧